這個車現在就是跑嘉義到北門 這個它有上槍的 會吐嗎 就是剛才你知道我們現在前面看到那種 那種顏色的有沒有那個黃色跟紅色的那一種 這個快步車廂現在就是跑 就跑到這裡 好你們可以跟它照鏡 但是不要太靠近 找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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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吃 吃 好,今天人蠻多的哦 好,好,来,那我们再回来咯 等一下,一个一个讲,我们先讲红色的那一个 这个以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种的火车 那个是,以前是载客用的 最早的时候,因为阿里山大概从民国52年 民国52年就不再发布了 那时候整个转型做观光 52年的时候,等一下会看那一种车 然后到了62年,大概60年代 是阿里山这个观光的最全盛时期 那时候小火车的全盛时期 所以后来又做了那一种,那个叫做光复号 那个叫光复号 所以就是可以做,从嘉义做到阿里山 到阿里山上去,那种是光复号 那后来到了民国72年就是通路通车了 所以这个光复号就没有再跑 那后来就又印了,进来那种,现在看到那种 黄色跟红色的,那叫阿里山 而且那个是有冷的 这个呢? 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这么好 不要打断人家讲话 这个等一下会再讲,等一下会讲 等一下,我们来这个规则 小朋友呢,老师讲完一段的时候呢 说可以发问什么好 好吗? 不要打断老师讲话 那所以后来就是62年的时候就做了这个光复号 那个是没有冷的 那到了72年这个阿里山后出来以后 他这个车就没有再做光复号 所以他有改造 就是变成,椅子变成两排这样子的那种 那就是当做普通车用 后来普通车也没有再跑了 就变成了,厕所用 好,那你刚一直问,一直问说 这个小的车是干什么 这个黑黑的那个是干什么的呢? 那个是以前在阿里山上 那包括太平山啊,林田山上 也都有那一种,这种小的这种小火车头 好,那那个呢是那种 我们刚才那一种火车头 他没有办法进去的那种枝线 他可以到那边去运木头的 我知道了,为了让你动力十足 有奖增大 有礼品 等一下 我要来做先给你 OK 好 如果他们还不专心就没办法了 OK 好 然后再送你两颗火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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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大家看 好 那我们这个黑色的小小的火车头 旁边那里 有那个平平的,那种平板的车 有没有 他右手边 他右手边 有那个红色的前面这边 都就平平的 好 对 那那个车是要干什么的呢? 好 好 你说 好 我 要 在这里 哦 但是 在阿里山应该是用不着了 对 台铁是这样没有错 对 可以运木头 好 来 可以运木头 啊 也可以运一些山上要用的东西 或者是 鞋 鞋 机械啦 什么的 要运到山上去的时候 就可以用那个车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往 继续往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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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